好 川晶会即将登场 而全球上千位媒体也涌入新加坡 新加坡把媒体中心设在F1维修大楼 三层楼高的媒体中心 包含了媒体简报室 用餐区域 还有媒体的休息区域等等 而这也是F1赛事的传媒中心 美朝峰会的新闻中心规模 比F1赛事还要更大 今天上午10点已经开放让媒体入内换证 不到8点已经有不少外国媒体前往排队 进入媒体中心前 还得要经过严格的安检与搜身 维安工作相当谨慎 来自日本 韩国以及各国媒体 早上不到8点就在新加坡F1维修大楼排队 等着换取川晶会媒体采访证 每台车辆或人员要进入 都必须先出示新加坡官方 事先寄出的电子票证 维安人员才能放行 我们要先经过层层的安检 包含我们身上的行李 背包 包包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维安人员都会详细的检查 换完媒体采访证之后 进入二楼媒体中心 F1维修大楼总共有三层楼 那么其实光是这一层 就打通了四个房间 新加坡官方为了这次的川晶会 在这一层楼就准备了 两千个座位给各国的媒体来工作 那其实看到几乎每个座位的上方 都备有电视 可以让当天媒体掌握到川晶会的任何状况 那么另外这一次针对川晶会 新加坡官方也非常的贴心 他们送给每一个媒体一个小小的纪念品袋 那里面呢比较特别的是 这两个分别是呢 上面印有 Trump Kim Singapore Submit 就是有川晶会议上的一个小笔记本 另外呢还有这个扇子 它的两面呢分别是美国总统川普 那么另外呢 还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那就是也代表这一次川晶会 议上的一些小小的纪念品 那么当然呢 其实哦 针对这次的川晶会 全球媒体都高度的关注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其实在这个媒体中心 光是这一间房间呢 已经挤满了各国的媒体 那他们呢也都高度的关注 这一次的世纪峰会 很多美国总统川晶会议将会开启什么新局 全球都在看 记者乌克文黄军豪 新加坡采访报道